距离我出来还中国自驾游已经三个月了 不知不觉已经三个月了 我到了青藏高原上面的玉树 去看一下这边最古老的寺庙 文成公主庙 好了 这时候我就要懂了 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本来我今天准备先到文成公主庙 再到勒巴沟的 但是我们不能这样走 因为这样走整个路线就是一个逆意时针 我们要先到勒巴沟 再到文成公主庙 走一个顺时针 勒巴沟的岩画和文成公主庙 都是同一时期的 都是在文成公主进藏的时候 一路刻画和建造的 并且文成公主进藏的时候 走的也是等会儿 我从勒巴沟到文成公主庙的一段小路 她也抄了个劲道 走的小路没有经过玉树 现在我就跟大家一起去走一走 文成公主进藏的时候 经过这里的一段老路 好吧 出发了 我现在是由北向南开 对不对 这条路就是朝南的 左边是通天河 但我也是无暇去看通天河的景色 全程的注意力都在路面上 看前面的雪山多漂亮 你看这里是一个灵芽的路段 它右边石头可能还会落石的 看到没 前面这边地上就是一块大石头 经过这样的路段其实应该快速通过 但是现在又得慢速通过 等于说危险系数成二 这边还有个小亭子 停一会儿吧 休息一下 哇 这里面的空气好清新啊 哇 太清新了 这里有一条上山的路是可以走上去的 哎 那边还有人 他在对我笑 我过去和他打个招呼吧 他在山下面烤火呢 嗨 你好 他也给我打了个招呼 他给我白了白手 这狗啊 狼狗 狼狗 是的 白的白的 白的狼狗比较少 这里每个人都很喜欢小白 可能因为这里冰天雪地的吧 这个白的狗我也觉得特别好看 咱来看一下这个水啊 我来先用手来触摸一下 尝尝啊 哇 有一股那个昆仑山矿泉水的味道 你不喝我喝 傻狗 这么好的水不喝 到了 勒巴沟岩化 停车啊 好 我现在 我现在下来了 我开个广角来拍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介绍 叫山马尼 此处山体上雕刻有许多六字箴言和经文 当地人称之为山马尼 相传是文臣公主 进藏时曾经穿过这条沟 并命人在沟内刻下佛教研画 目前沟中几乎所有石头上都刻有六字箴言和经文 以表达对公主的敬仰 并寄托祝福祈祷吉祥 他可能等会往里面走一路上都是这种沿画 那沿画是什么样的 大家看 他在沿壁上面刻上的经文 看看最大的这个字 最大的这个字就在这边 整个一块凸出来的石头上面 就刻了应该是一个字吧 这个叫 紫穹沟 是一个地名的介绍 紫穹沟用藏语的意思就是鸟水沟 又有鸟又有水 刚刚我们也看到了 右边是个小溪天上很多鸟 他说这边紫穹沟崖壁上面的经文 有很多是刻在难以攀缘的悬崖之上的 需要在很很危险很陡峭的崖壁上爬上去 而且还要雕刻呢 还有一些呢 比较壮观 它是刻在河床上面的巨石上面的 要不然去冰面上玩一玩 我说的冰面就是这边的 这边有大片的冰面了 哦好滑 好滑 小白不会走路了 这里是椅子 就说明这个冰面和鸡血大概有 30 40公分高了 别吃了 等会拉肚子了 还在吃 还大口吃啊 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 不吃了 哇 你看这个冰 来我要把这块冰 哎呦 弄下来一块大的 哎哎 死狗 哎呀死狗 他叼着我拿下来那块冰走掉了 我来我是拿一块 哦你再过来我把这冰派你头上啊 派在你狗头上 他还想抢 你看我把这块冰扔到这个水里面去 哇哦 啊到水里了 你不要想不开啊 鼻子上还有搓血 这里是有一个小村庄吗 这里应该是勒巴沟村吗 他门口也是勒巴沟幼儿园 啊 啊 这里它是 就是就是没有路 他就是 他就是走在这个土地上面 这个坡还有点斜 我走过去看一下 路到底什么情况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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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里山上非常多只鸟 小白追的太兴奋了 而且刚刚里面有一群很肥很肥的灰色的野鸡 那个灰色的野鸡不太会飞的 但是跑得非常快 小白追到了树林里面去 好 现在去还能回来 小白 上车上车上车 我们要走了 你刚从前座跳下来是吧 我前座上面又弄的全是脚爪印 咱们继续往前开 这里有点上不去 刚刚 路面有点滑 我换了个低四 坡嘛也有点高的 然后我又不敢速度太快冲上来 因为前面刚刚有积雪 开大石头了 所以刚刚高四上不来了已经 我刚也是规划了半天路线 终于开上来了 像这种地方他们面包车是怎么开的 我都惊呆了 这面包车也能上得来吗 我感觉我挂了第一次我轮胎都在打滑 不停在打滑 这面包车实在太厉害了 实在是坡太陡了 开不上去了 我爬上来拍给你们看一下 这边没有路了 这路怎么开 这个路我一个人开不了 看到没 它这个坡度很大 这是一个摩托车岛 我车真开不了 你们看这个上来 就这个坡 我觉得车的动力就到极限了 上不来了 海拔又高 好了 远路返回了 我先把车倒回去一点 看看能不能掉个头 我花了将近半个多小时 终于掉了个头 然后现在刚刚上坡的路变成下坡了 下坡之后才能发现 这个路很陡 怪不得刚刚上坡的时候 没有任何动力 现在下坡的话 就是踩好刹车就行了 前面居然没有路了 也是万万没想到的 一定要时刻踩进刹车 好了老老实实回去吧 那边那种碎石岩石路段就不是我能走的 那个路上面都是悬崖 它如果是平地的话还好 这段路可能对于磁城大哥来说是比较好走的 对于我来说真走不了 就是说过了这个勒巴沟村 再过后的那个路就跑走了 这里我刚刚是怎么上来了 前面有个大坑 OK 我的轮子全程压在坑两边 下来了 下来了 好了我下到了前面的村里以后 我给大哥打个电话问一下 我看我是不是走错路了 前面这个路真的是汽车能过的吗 我要打一个小小的问号的 这里的地非常非常滑 你如果不走过来就是看一下的话 你感受不了了 这个地非常非常滑 我也是到前面村里面要停一下 因为这个刹车长时间踩了之后 它可能过趟之后会刹车试流 然后刹车冷却一下 到这边村口我来问一下 听到我这个尴尬的笑声了吗 我刚刚打了个电话问一下 走错路了 这是人家村里面去那个村后山的路 摩托车道 我在这边瞎搞的 我就想这怎么开 没法开的 那个路不能开的 那个路不是说你能越野就能开的 那个路不是给汽车走的 是给摩托车走的 咱要过这个桥 不是往村里面走 咱要过这个桥 然后就可以到文城公主庙了 刚刚这边吧 老实说啊 我确实没注意到 因为这是个高坡 我想着就顺着村子一起走 我不仅为自己的愚蠢感到羞愧 但这条路我就是没看见 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你们看右边那条路就是一直上山了 上到大山里面了 可能是牧民放羊 放牛的时候走的路 因为那边山头上面大片的草地 左边这条路已经全部被大雪覆盖了 我也没注意到 怪不得大哥说好走好走的 他这个路好走的没有危险的 怎么会 怎么会你说要翻车了什么的 哎呀 刚刚在那上面老惊醒了 小白在车里下了都叫了 然后现在一开到这个路上嘛 小白就开始昏睡了 他也是看得懂的 他车里面斜的太严重了 这个狗也是完全知道的 你们看哦 这个山上的超级巨大的石头 上面也是有经纹的 我面前我现在也是到了一个山口的位置 接下来就要开始下坡了 小心驶的万年船啊 好呗 这就到了 你看山上面还有一个小的房子呢 还有这个巨大的金顶 是不是很漂亮 这里就是文成公主庙了 文成公主庙 它是依商而建的 我现在进去看一下 我现在出来了 刚刚进店要脱鞋的嘛 里面稍微有点冷的 这个文成公主庙就是 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不大的 当中是一个像 进去之后就是一个院子 院子里面是一个外殿 外殿它有一些僧侣们 就是平常可能念经啊 打坐用的沙发坐的地方之类的 然后再进去一间的话就是内殿 外殿 外殿和内殿它都写了 不要拍照 虽然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啊 但是我还是没拍 大家如果说想要看一下藏区的寺庙里面的场景的话 还是可以自己过来看一下 最里面内殿我其实觉得挺震撼的 它是 它不是石壁上的经文 它是 它是刻在石壁上的雕像 主要的一个最大的雕像 一个最大的雕像应该是文成公主的 因为我看它形象好像是就像文成公主那样 里面那不是文成公主 里面那供奉的是大日如来 好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 文成公主庙 它是这样的 它是文成公主 它本身信奉大日如来 然后文成公主在经过文成公主庙那个地方的时候 它就把自己所信仰的佛菩萨就刻在了石壁上 所以说对于文成公主庙来说 文成公主就像是一个施主 并不是供奉的对象 而且我们这边藏语 藏族本地人就说文成公主庙 也是说的是大日如来庙 不是文成公主庙 这边说一下 但是里面那个 它那个佛像 你们自己过来看了就知道了 真的就很中性化 你觉得它是女的 它就是女的 你觉得它是男的 它就是男的 而且它穿的是唐装 它穿的是唐装 你知道吧 它如来佛祖 它穿的是唐装 我以为是文成公主从长安出发的时候 穿着自己身上的衣服 这个就很搞 如果你不提前就是知道一下的话 确实一进去就很容易搞错 虽然我进去就看了三分钟 还拜了一下 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一看的 你们看 这是有路上去的 然后那边有一条特别特别长的站道 一路可以到最上面 这关键台 好了 我现在回去就是走大路了 没什么问题了 那今天的旅程也就到文成公主庙这边就结束了 好吧 今天确实刚刚在那里比较紧张 现在回去好好休闲一下 拜拜